一切是一切出 决定不能把佛号忘记 一天十年都可以 养成习惯 我在99年 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美国 那些年 每年我到新加坡 将近一个月 到澳洲将近一个月 在台湾有 两三个月 在美国加拿大 大概要住半年 那么在新加坡 提倡的十年法 就是十句 我常跟同学们讲的 早晚念词 吃饭的时候 三餐饭三次 我不念供养粥 这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舍生佛号吃饭 工作的时候 上午上班下班 下午上班下班 一共九次 每一天 每天一次都不去 这一次顶多两分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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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圣佛号 很容易 养成习惯 它起很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 临终时能够帮助你提起 佛号 很容易提起 遇到 这个一切四顾的时候 它不会想别的 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有把握了 生日在梦中 做无梦 做无梦的时候 也能够念阿弥陀佛 无梦离开就没有了 这就是 在紧急关头的时候 你决定用得上 一心向着福 一切时 一切处 都是用这个一心